甘肃敦煌的夜晚 不只有明沙山月牙全盼的浪漫 还有夜市中的活力 为了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 当地除了挖掘特色小吃 还不断地打造创新美食 继续跟着我们的记者去打卡 晚上11点半 敦煌夜市沙周十亿 迎来了一天中人流量最高的时刻 自拉作响的烤羊肉 芳香四溢的手抓饭 等吸引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里 感受舌尖上的敦煌 67岁的曹建敏 经营着一家四平米的档口 从下午五点半开始 店里的四口大锅就轮番工作 每三分钟就能出锅30个饼 但这根本不够买 我们晚上没有吃 就特地留着肚子来吃 这里的那个小吃 因为听说很出名 咱们为了把咱家这个饼 做成一个有地方特色的这种饼 就把这个隔壁太阳 长的野生植物这个沙葱 融入到这个饼里头 沙葱一般人他都没见过 除了沙葱牛肉饼 沙州十亿四十余家美食档口 均各有主题 比如泡尔油膏 驴肉黄面是非裔小吃 神仙周则是敦煌遗书中 这家美食的精华在一起的 人家吃我们的隔壁 想到我们的思路的文化 说起大西北的美食 分量足是大家的第一印象 不过不少游客都想要多尝尝鲜 为了满足游客花小钱 办大事的需求 这里餐食的分量和价格 都缩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我觉得没有很大分 可以吃很多各种各样的 我们都第三轮了 这个是看到的 今晚吃的是杏皮术 然后还有敦煌三宝 还有就是巴铁的飞饼 吃这么多 也有我对敦煌的了解 对丝绸之路的了解就很多 今年假期最火爆的时候 一个晚上沙州十亿 就卖出了560多条烤鱼 1200多串红柳烤肉 1600多个沙葱牛肉饼 美食上的不断创新 再加上阳关将军 席域公主巡游夜市 等沉浸式新场景的不断涌现 让敦煌的夜间文旅消费热度 持续攀升 数据显示暑期以来 敦煌夜市的游客量 日均超过3万人资 小吃区域营业额 同比上涨超20% 在所有的档口呢 无论从产品的口味 到风格到它的颜值 甚至到它的文化赋能 都经过几十次的改良 回头客也从最开始开业的5% 一直不断地增长 一直到今年呢 预计应该已经实现了 35%左右的这样一个回头客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